某董事长造谣范澄澄爸爸是红金宝,范冰冰起诉所赔50万。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网上开始传闻说范冰冰弟弟是私生子,越传越邪乎,愈演愈烈,甚至还扯上了红金宝。 其实,咱们都知道,范冰冰是未婚状态,她这个弟弟叫范澄澄,就是亲弟弟而已,根本不是私生子。 但是总有人以讹传讹,网上有一个某公司董事长也造谣范冰冰私生子,结果被范冰冰起诉到了北京法院。 据重庆晨报报道说,3月11日,65岁的湖北隋州大V肖木森在其个人微博我说我评转发了一篇内容为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罕见未来照外泄,爸爸是红金宝的文章。 5月27日,大V肖木森收到了法院传票,原告范冰冰诉称自己名誉权受到严重侵犯,索赔50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将于6月25日开庭审理该案。 这是北京朝阳法院发布的传票,下面是民事起诉书,原告是范冰冰本人。 范冰冰方面认为,对方发布的诽谤言论传播范围十分广泛,给范冰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创伤,构成对范冰冰名誉权的严重侵犯。 要求致限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索赔经济损失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共计50万元。 其实红金宝早就澄清过传闻,当时在一个活动上,女记者刁难说,作为范冰冰的前爹,你有没有见过他男朋友? 红金宝当时就咆哮怒斥女记者,谁是我前爹?范冰冰是你前爹?范冰冰爷爷你见过吗?他干爷爷你见过吗?他干爷爷的干爷爷你见过吗?没见过啊?那你怎么问我呢? 网友留言喊话说,有胆把DNA鉴定证书晒出来,我说你没父母你就应该赶紧去。 你去跟你父母做个DNA鉴定。鼎哥威还在这秀下险,真可怕,是不是的跟你们有关系吗?活该了,造谣的人都是不长脑子吗?50万太少了,罚死他,范冰冰是清白的,不要乱说话。